朋友们好,今天是2023年21号,星期三,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的5点51分,美股已经收盘了。 我们很快注意一下收盘期美股。 今天关键的题是美联储加息复合预期,美股收高纳指上涨2%。 那么美联储主席远未达到缓解通胀的目的,将持续加息。 今天这个鲍尔讲话,实际上前面还是比较阴的,但后面他说,他有信心将通胀回落到2%,而且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,也不会导致10元的险局增加。 很明显今天这个违盘是拉伸的,实际上可能对鲍尔最后这句话,好像似乎是比较有信心。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是比较诡异的,大家看一下。 我这个地方有两个戒图,一个是近期公司,主要是美国的一些大公司裁员计划,有股价的影响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,Google裁员1.2万,大概是6%吧。 那么今年以来股价,不包括今天,已经上涨超过13%,微远裁员1.1万。 股价也不包括今天上涨3.18%,那么Amazon上涨21.71%,那么Meta上涨26%, Meta今天盘后,大家看右边这个图,今天盘后出财宝,实际上是暴涨的,暴涨将近20%,我们等会要看的。 那么另外高盛到目前为止,它财了3200%,那么到目前为止,实际上不包括今天上涨3%, Morgan Stanley也是上涨13.93%,Welfare也是上涨93.8%,所以现在就是说,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一般来说是财源, 对被财的人来说是比较残酷的,但是对公司来说实际上是比较,对股东来说是比较有利的,因为它消减了成本, 所以这个股价表现得非常好,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了几只股票,这些股票都是成交恶毒, 今天收盘的时候排在前面的几位,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明天,明天盘后,Amazon,苹果,Google,福特, 那么都要出财宝,那么今天这个Meta盘后财宝是暴涨的,我们等会马上要看的, 好了,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大盘的情况,大家看这个大盘很明显就是鲍尔讲话以后,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下错了,可能就是因为它还是表硬, 它就是说,它曾经说过,尽管美国的通胀有所缓解,但是还远未达了目标, 美联储将持续加息坚定的滞留于降低通胀,那么这一段话是这个市场下跌, 但随后我刚才说了后面的一句话,然后这个股价开始飙升了, 大家看这个大盘,那么今天收盘的时候,那是达克中卧值上了2%, 那么标普上了1.05%,那么道琼市上了0.02%,道琼市基本上是平盘的, 因为它开盘的时候比较低,大家看一下, 那么今天行业认记图,越来崩板块去,随着这个盘位拉伸都是上涨的, 我们看下领长的板块,今天直播概念, 上升超过7%,极光雷达概念,都是一些概念股,量子接近的概念, 今天就是说这些小盘股涨并比较大,科技股今天涨并也非常大, 我们看下涨跌分布,那么截止收盘的时候,下跌的股票3,110加, 那么上涨的股票8,656加,所以上涨的股票的时候, 远远多于下跌的股票数,好了,我们很快的看下刚刚说完的其实股票, 我们看一下苹果,那我们苹果今天上涨了0.79%, 我前两天曾经用,用昨天我讲的一个法则, 就是动能衰前法,实际上给大家很快的看了一下苹果, 大家看一下,我这个线还没有去掉, 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些下降的这个花一根线, 很明显这个动能,我们看这个角度, 如果你花一根水平线的话,这个角度已经开始减缓了, 就表明这个苹果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下降的动能是在减弱了, 所以这个反弹是非常非常的合理, 就是说从积极层面上看,而且这个短期的这个趋势线来看, 这个趋势线来看,它已经突破了, 而且它这里头有两根比较关键的K棒, 我昨天还是前天讲的那个技术分享, 关于那个下降动能里头, 实际上取了几个例子, 这根K棒就比较关键, 它目前还没有突破, 这一根也比较关键, 苹果如果能突破这两根K棒的话, 大概的时间它还会继续往上涨, 它至少应该会测试这个长期的趋势线, 来到这一块, 也就是说按今天售盘价来看, 这物质大是169块7左右, 我们拭目以待, 我们再看MD, 那么MD今天应该是昨天盘好出财报, 看这个样子财报也是涨幅不错, 上涨超过12%售盘的时候, 大家可以看一下, 它已经突破这个WD, 这个颈线的位置, 也就是说你它突破这个关键的K棒的这个位置, 大家看一下, 我昨天前天也讲过, 它按照这个动能的, 这个趋势动能来看, 它实际上在轴角的减弱, 已经是第二次了, 就是说, 所以这个上升, 我猜想它很有可能要测试这个长期的趋势线, 那么今天售盘的时候应该是88块5左右, 这个位置应该是个大概率事件, 但是短期来看, 因为今天这个涨幅是很大的, 但明天有可能回车, 这个WD的这个颈线, 这个应该是个概率应该是更大, 我们下面看一下KTJ, KTJ应该现在在非常高的位置, 刚才那个苹果我们没有看, 应该也是, 大家看一下, 这个位置应该是严重的超买, 就是说, 已经动化了超过一个礼拜, 就是说, MACD倒是非常的强势, 这个住址的动能在这个上面, 而且这个金差, 大家看一下, 这个跨性跟卖性都已经站在临着之上, 有一段时间, 所以从这个MACD的角度来说, 这个微远也是中长期来看都转强了, 就是说, 那但是从KTJ指标来看, 是严重的超买, 就是说, 短期应该是有可能回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, 我们看Amazon, Amazon也是按照我昨天讲的那个趋势动能, 这个衰减的这个角度更大, 也就是说目前这个下降的动能是越来越弱, 所以这一波反弹也是比较自然的, 那么搭这个反弹, 大家看它已经过了这个举行整理区的这个, 今天已经过了这个颈线, 那么我昨天也讲过, 搭这个比较关键的K棒, 这个比较关键的已经突破了, 那么这一根线, 就是这个量比较大的K棒, 这个地方目前还没有突破, 就是说前方的阻力还是比较多的, 就是说我这个头实际上有用夜魅几根均线, 我没给大家说, 刚刚这个是五天线, 这个是月线, 这个是季线, 你从这个角度, 我很早之前讲过一次, 就是说当这个月线跟这个季线形成黄金交叉的时候, 表明这只股票中期来看, 也已经开始卷强了, 所以这个Amazon从中期来看, 也已经开始卷强, 而且它突破了这个矩形整理区, 所以它只要能站稳这个矩形整理区, 今天这个量倒不是很大, 虽然比前几天的量还要大, 但是这个量应该是更大一点, 像这儿或者这儿应该是更好, 否则的话它很难突破这个跳空缺口, 我们同时看KDG, KDG也是在高位, 这个位置非常高, 已经超过84了, 大家看一下, 也是动画了, 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了, 就是说, 所以我们说KDG指标在上面, 它可以动画, 但是不会永远动画, 它总有一天要掉下来, 就是说, 所以现在随时回调, 都是有可能的, 我们看一下Google, 只不过现在正好是财报, 这个财报是一波比一波好, 你比如说AMD, 我们刚刚看过, 上涨12%, 等会我们要看那个Meta, 实际上目前来看上涨超过18%, 这样明天, 这个科技股估计也有一波比较大的涨幅, 我们看一下, 这个Google最近这个下降的动能也开始减弱, 它今天这个反弹倒是比Amazon弱一点, 它并没有过这个景线, 它正好来到这个趋势线的附近, 这个长期的趋势线的附近, 大家看一下, 也没有过, 所以明天有可能是有种Meta, 用Meta出财报, 我们刚刚说非常的好, 它的财报盘后, 股价涨得非常好, 那么它很有可能突破这个长期的下降趋势线, 同时也是这个景线, 我们拭目以待, 而且大家看一下, 它这个月线跟这个季线也形成了一个黄金交叉, 也就是说中期来看, Google也开始转强了, 我们看Meta, 就是刚刚说的, Meta今天是盘后出财报, 到目前为止, 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的6点, 实际上已经上了超过18%, 看明天财报还是不这个趋势, Meta最近的走势, 我以前也讲过, 非常的稳健, 非常的强势, 基本上是沿着5天现在走, 就是说, 大肩这个财报的位置实际上已经回复了这个跳空缺口, 大肩这个位置, 目前已经反弹了, 所以这个位置实际上应该是正好是上反弹的时候, 就是说这是一个顺利三角形的位置, 但是目前当你上一个, 上一次这个财报这个跳空缺口, 还是非常非常的遥远,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, 目前Meta这个股价还是非常非常便宜, 所以说你要是看好这家公司, 实际上任何一个回调都应该是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点, 我们先看看KTG, KTG也在历史高位, 严重的超买, 也就是说在87,88的位置, 已经动画超过一个礼拜, 我们刚刚说过, KTG这个位置从历史上看, 这个动画的时间是最长的, 所以它随时有可能掉下来, 也许这个财报过后一天两天, 那就应该有个回调, 我们看下微远, 那么微远来看, 就比前面要弱,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这个趋势的, 这个我们昨天讲的那个趋势强弱, 大家看一下, 这个动能很明显, 这个角度比前面这个也要大, 比这个也要大, 也就是说微远跟前面两次相比, 它目前这个走势, 这个下降的这个动能, 实际上是越来越强的, 也就是它这个邪率, 是越来越陡, 就是说, 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微远, 就是说它这个,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超低, 实际上风险是比较高的, 它应该下跌的可能性应该更大, 大家可以看, 昨天我说那个技术分享, 讲的非常详细, 你就从KTG来看, 它也是严重的超买, 它比前面稍微好一点, 已经大概动画了, 大概三天左右吧, 但是总在来看, 大家看一下, 如果是你把它看, 是个微型的反卷, 但目前实际上还没有到这个颈线, 也就是这个白眼设计, 这个虚眼设计这个附近, 所以这个微远的反弹是比较弱的, 我们刚刚说过了, 你从这个下降动能的确实来看, 它这个, 实际上这个角度, 华盈和水平也比这个, 这两个都要大, 也就是说它下降的动能, 不像前面讲那个Amazon, Google越来越弱, 它这个下降的动能是越来越强的, 所以这个是微远, 与其他股票不一样的, 那么那一飞的走势就更强了, 那么那一飞实际上, 我前面讲过非常多次, 从筹码面, 从这个举行整理区, 讲过非常多次, 它已经, 它这种走法是非常非常的稳健, 就是一个举行整理区, 一个举行整理区往上走, 目前实际上来到第四个举行整理区, 你看看这个第四个举行整理区能不能过, 目前, 但是你要是从这个历史最高价来看, 它曾经超过七百块钱,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, 但目前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低的, 大家去, 所以说你看的是从哪一个时间尺度来看, 我们看KTG, KTG来看, 它目前倒是也是一个超买, 就是说85, 85,84左右的位置, 这个位置, 大家可以从历史上看, 它曾经在这个地方动画过一段时间, 到目前这个动画的时间, 还不是算最长的, 就是说, 我们再看英伟达, 那么英伟达涨势也是标母, 它今天上了7.2%, 应该是受那个MD的影响, MD今天是属于半导体行业领长的, 我们看一下, 它也是突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位置, 大家看一下, 它已经过了这个位线, 或者这个黄金峰额线, 最上面的这根线, 也就是说突破了这个, 这个白分的这个高点, 2022年, 也就是去年白分的这个高点, 而且已经来到了这个位置, 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阻力位, 所以今天是没有过这个位置, 而且它短期来看, 它也是很早就站上了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上面, 所以这个英伟达这个走势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强势, 它目前也是沿着五天线, 大家记得刚才那个META也是的,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KTJ吧, 应该也是严重的超买, 大家记得这个位置更高, 我们看这个高点应该是来到93, 94, 目前有一点点回调, 它也是在84, 所以它也已经动化了超过10天, 这一支股票的特点, 大家看历史上这个KTJ, 它在这个地方动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, 这个地方动化的时间也是比较长, 所以目前来看, 它可能还会动化大家记忆, 看这个走势, 因为有时候这个市场受情绪的控制非常非常的严重, 目前这些半斗里似乎是非常非常的看好, 所以说也许是前一段时间, 尤其这一波下跌太猛, 就是说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特斯拉, 那么特斯拉今天也是随着这个大盘, 今天上升了4.73%, 大家看一下, 那么特斯拉也是做了个微型的反转, 它这个你从趋势下降的动能来讲, 它基本上这个角落没怎么变, 这个微型的反转, 我们说这个特斯拉实在有点像腰骨, 这一波反弹它下降的这个动能强, 它上升的动能也会非常非常的强, 但是它目前这个微型的反转还没有到位, 它应该是来到这个位置, 这个位置大概就是两泡钱左右的位置, 所以我个人认为, 它这一次根据明天肯定是要上涨, 因为METAL我们刚才看过了, 它上涨超过我们的18%, 所以明天科技股应该都是, 都绝大部分这些科技龙头股都应该是上涨的, 所以我个人认为大家关注的重点, 这个特斯拉就是这个颈线, 大约两泡钱左右的位置, 这个正好是前面的, 这个冲击了两次都没有过的地方, 你看这一次能不能过, 这一次要能过两百的话, 这个位置它还可能继续往上走, 这个特斯拉有的时候,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优质的股票, 它盈利能力是非常非常强, 尤其这一次这个降价以后, 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, 就是说最近应该是会, 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, 如果这个科技股继续完目前这个财宝, 尤其明天星期四, 那个Amazon, Google都要出财宝, 那么那些财宝还有苹果, 如果比较像这个Meta一样, 盘后都是上涨的话, 很有可能特斯拉这一波也会冲破这个两百, 我们拭目以待, 好了, 我们今天就在这, 大家明天交易训理, 拜拜。